大家好 我們是確信文大白話的小編 今天我們要來做街訪 訪問局的民眾對於一些時事題的看法 Let's go 蔡英文自豪人均超過三萬美元 你信嗎 應該是差不多吧 太詳細了 聽身邊朋友講好像沒有到那麼高啦 我不信 平均下來的話應該是有 但是如果每一個人的話應該是沒有啦 我可以填這麼多嗎 應該沒有吧 有百分之八十懷疑 不相信 不相信 我就沒有 對 謠得很果斷 不相信 不相信了 不相信 我不相信 因為我那麼窮 我那麼窮 不相信 真的 蔡英文執政股市一萬七千點 經濟好 你有感嗎 我覺得還好 沒有 沒有 算有吧 整體來講的話 經濟面基本面算是往上升啦 無感 沒有 他今天開股市才綠油有一天 無感 無感 再貼一個 是沒有啦 這個我叫沒有感 真的沒有感覺 你有感覺嗎 無感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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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還沒有什麼感覺 而且現在一直在通 一直在通膨的狀況 東西越來越貴 其實 大家的消費 大家都是還在觀望當中 蔡總統執政房價有實現居住正義嗎 好像沒有 因為房價也是很貴 因為像我們住林口 租金好像也沒有比較便宜 好像也沒有還是一直漲吧 本來就想說搬出去住 可是因為覺得 太貴了 所以我想說算了還是住在家裡 不合理 我覺得台北市都差不多耶 我也覺得台北市都差不多 一直都 蠻高的 一直都蠻高的 一直都丟下來 當然沒有啦 房價這麼貴 沒有 我住家裡 沒有啊 你覺得有嗎 沒有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沒有 沒有 你之後會想在台北買房嗎 不會 買不起 買啊 買不起 看我爸爸繳房帶腳很辛苦 有耶 有 還蠻多的 有啊 很多 有啊 有一部分 餐飲的時候就是 疫情都沒有薪水嗎 沒有薪水嗎 倒是沒有聽說耶 我這邊是沒有啊 目前沒有 沒有 身邊目前還沒有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影響到收入 那可能剛好身邊有人的相關產業 比較沒有受到影響吧 目前沒有 你會擔心兩岸緊張開展嗎 不會太擔心耶 但如果真的要開展 可能 不會是現在這個情況吧 像有點是那種網路隔空 然後罵來罵去 不是說真的有那種被戰的緊張 其實不擔心 不擔心 應該還不到發生戰爭的時候吧 喔 不擔心 恐怖的平衡吧 說實在 不擔心 你當兵了嗎 我當啦 當晚了 就覺得不會發生這種事情吧 現在這個時代了 動不動就要開展 對 蠻和平的 對 目前還好啦 這個我比較不擔心 不會 應該不會 我覺得中國大陸那邊自己本身也有很多問題 經濟上面也有很多問題 還有他們政治之間彼此的鬥爭還是什麼之類也是很多問題 所以我覺得目前應該是還不太擔心 現在目前是沒有在擔心這一塊 有一點點緊張 對 因為看到新聞就是他們飛機好像一直 就是飛在我們上空 好像有點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 我還好耶 好問題 其實 其實還真有點不想回去 好 我可能 先走 先走 還是嗎 先走起來 我應該會成為脫油品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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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